第四百四十七集 改造神兵 此刻楚阳带着顾独行等人走了过来 顾独行和董无伤刚才被狠狠地反震了一下 但现在已经恢复正常 此事我们需要从长记忆一下 魏公子皱紧了眉头 楚阳 我需要你们的帮忙 什么忙 相信你也看到了 我们的目的就是九级灵兽的精血 这对我和竹子都有大用 魏公子沉吟了一下 但现在的情况却是出了意外 九级灵兽的精血被人抽走了 这个人我们肯定无法立地 魏公子轻轻地输了口气 眼中闪过一道郁闷的憋屈 他的功力若不是被废过一次 一直到现在的话 恐怕与抽取九级灵兽精血的人也不相上下了 但现在却远远不如 他怎能不憋屈呢 可以这么跟你说 魏公子自真俱作 我需要完整的九级灵兽内核来治疗我的伤势 自从我上次受伤之后 强行提升实力 以至于落下一个时好时坏的病根 每年总有一段时间 实力会猛然跌落回黄级 等到过去这段时间 实力才会恢复 这种情况需要九级灵兽的内核来弥补 竹子需要九级灵兽的精血来提升修为 踏过目前修炼的瓶颈 魏公子沉吟道 所以这次我们暗竹才如此大动干戈 来到极北荒原 我们的实力若是放在一般时候 只要九级灵兽出现 就绝不会逃脱 但现在明显有了变故 有人在抽取九级灵兽的精血 凡是他抽取之后的 我们就不能用了 就比如这条青泥血蛇 楚阳点点头 终于明白其中的缘由 哦 原来如此 所以我们需要你和你的兄弟帮忙 君西竹道 楚爷们 过一会儿 我会将人手分成八个小队 每个小队都需要有人率领 但要对九级灵兽产生威胁的话 除了我和小魏 别人都做不到 但你们几个却可以 君西竹 带着有些羡慕的眼光 看着楚阳等人 因为你们的手上 都有神兵力气 你想让我们每个人带领一个小队 是吧 楚阳爽快的道 这个完全没问题 刚才顾独行和董无商出招 楚阳就看出来了 他们两个都是王座无品 足见这几天里面 不管是灵药还是魏公子的教练 都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在这种时候 就算君西竹不要求 楚阳也会与兄弟们分开 让他们自己去力量 自己在生与死之间 去触摸那种属于自己的大道感悟 好 等会儿 我会每人给你们一颗感应紫禁 只要有发现 就将灵力输入到感应紫禁 我们就会第一时间接受到 另外 我会将玄兵玉莲的莲心 放在极北荒原的兵源中间 引诱风狐前来 只要风狐出现 就立刻八方合围 不论如何 不能让他逃出去 他深深的吸了口气 风狐本是九级灵兽之中 速度最快 最难以捕捉的一种 但现在 我们却不得不将目标 锁定在他的身上 这前来抽取九级灵兽 精血之人 当真可恶 楚阳心中明白 风狐速度最快 显然君西竹也没有把握 但正因为他速度快 才有完整的保存精血的可能 好 楚阳一口答应下来 身后 顾独行等人都跃跃欲试 另外 有一点你们要注意 若是遇到一个脸上长着一个大肉流的人 一个矮胖子 你们不要跟他产生什么纠葛 能避就避 实在避不过 也千万不要激怒他 君西竹犹豫了一下 终于说了出来 那是上三天萧家之人 千万不要跟他起冲突 上三天萧家 楚阳默默地念了一句 还有 九级灵兽 从未在中三天出现过 但这一次 却一下子出现了这么多 其中定有缘故 而且也一定会有神秘高手出现 你们自己要留心 我记住了 楚阳郑重重地说道 好 既然如此 即刻展开行动 晚一分钟就有被人掀下手的危险 君西竹当机理断 立即就一连串的命令 口齿清晰 条理分明 瞬间就将人马分开 说了一句 拜托了 就带着自己的衣队 如风而去 魏公子哈哈一笑 随即飘身而起 在空中微笑道 楚阳默 这可是咱们真正的第一次合作 话音未落 他的人影已消失在茫茫大雪之中 孤独行一抱拳 老大保重 就要离开 楚阳急忙叫道 你们几个人呢 什么事 董无伤立刻停住脚步 把你们的刀剑先给我看看 这段时间里的战斗有没有破损呢 楚阳轻声说道 破损是肯定有的 不过却并不严重 顾独行笑了笑 借下黑龙剑递了过来 罗克迪和季末的剑也都递了过来 董无伤手指大刀站在一边 楚阳用手挨个的摸了一遍 两久之后 才说道 没问题 我算是放心了 你们去吧 别耽误大事 四个人分别带着一队人出发 人人都是心中满是疑惑 老大 这怎么回事啊 难道要过我们的刀剑去 就只是为了看一看 摸一摸 四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兵器 在被楚阳摸过之后 似乎有些不一样了 但究竟是哪里不一样 却一点都看不出来 大家都在心中嘀咕 看来是我的错觉吧 一边想着 走得无影无踪 楚阳目送他们远去 脸上微微的笑了 刚才他用九节剑 在不知不觉中 将这几柄刀剑改造了一番 日月高的抚摸触入 与真正兵器精华的注入 让那几柄刀剑再也不是反品 而是成为了能够产生灵性的神兵 这种好处 唯有孤独型董无伤等人运用到一定地步 而且刀剑上银血越来越多之后 才能真正的体现 我们也走吧 楚阳牵着墨青武的小手 想跟着自己的四十人点了点头 跟我来 然后选了个方向 急驰而去 四十人中 足有二十位王座高手 其余的全都是九平五尊 对于军座指派的这个小年轻的 明显有些不大信负 但还是坚决的执行了他的命令 跟着他急驰而去 风雪弥漫 一片苍茫 那随后追来的老头 到了这里的时候 已经是空无一人 只剩下一地的尸体 他用鼻子嗅了嗅 突然大怒道 这他妈谁啊 居然还搞得一兵之计 连续十几拨的人手 都是一样多 分别向着不同的方向去了 就不是折腾我这帮老骨头吗 哼的一声 顿时跳得更高一些 就在高空之中 腾云驾雾一般的往前追去 嘴里还多了点 我就不信 找不到你 心里头却无险地瞒掩自己 你说说你啊 你当时冲下来不就没事了 现在可都好了 居然还要大海捞针一般的寻找 你说你那时候愣那么一会干嘛呀 真是自找难受 要是让另外一个老家伙看到 那可就完事大吉了 楚阳奔出不久 就感觉到手中的感应紫荆有些发热 拿出来一看 上面似乎有一个隐约的白线指向正锡 楚阳立即改变方向 顺着紫荆指引的方向一路行去 心中突然对这个感应紫荆有些好奇起来 这东西真是个好东西啊 有了这个玩意儿 自己可就不怕与兄弟们失去联系了 万一哪一个有危险 就可以及时救援呢 他心中正想着往前奔跑 奔驰了几十里 突然一下子停下来 前方 分明有人在埋伏在那里 等候着什么 楚阳还没来得及开口呢 后面一位王座就踏前一步 大声喝道 暗竹所属 中三天借道 前方雪地是哪方面的朋友 声若红中 前面一条白影闪了出来 温文尔雅的道 在下奥家邪云 前来狩猎九姬灵兽 既然是暗竹借道 兄弟们 让开道路 一声令下 前方平坦的雪地中 顿时翻翻滚滚 十几位 披着浑身白雪的人 站立起来 退在两班 原来是奥氏家族 邪云公子 那位王座 陈雄道 谢了 楚阳 向奥邪云 滚了拱手 率先急驰而去 转眼间 就消失在前方的风雪中 那不是楚颜梦吗 他怎么会在这里 看着四十余人 滚滚而去 奥邪云 喃喃自语 心中充满了疑问 随后一挥手 继续前伏 只要有被人追着的 九姬灵兽过来 就立即按计划行事 众人答应一声 白雪地面 一阵鼓动起伏 众人 又藏到了里面 显然 奥邪云并没有任何把握 去追踪 九姬灵兽 但却选择了 这样一个最笨的方法 守株殆兔 这种方法很傻 但在如今这片天地里 确实很有效 九姬灵兽 除非不从这里经过 但只要经过 自己等人就能迎头统计 就算运气不好 得不到灵兽精血 但也能够给那正追赶灵兽的人好感 只要那人得到九姬灵兽整体 自己 未必就不会得不到一点血液 远远的正西方 一道白影 似乎带着飓风而来 整个身体前进的路途中 充满了 形成几乎是实质的风眼那样的血涡 而且这道白影的速度 竟然比他带起的风速 还要快上一倍 忽而在东 忽而在西 偶尔一窜 天空中就是一大片 令人眼花缭乱的白影 往往在你看到白影的时候 实际上 他已经逃窜出去了 不知道多远了 这样的速度 当真是惊世骇俗 但是这条白影 分明是黄极不堪 还有些慌不择路之事 一边狂奔 一边偶尔还发出 吱吱吱的极端害怕的声音 在大后方 一道清零的身影 凌空追来 身法潇洒 看起来并不快 不急不虚 可这条人影 每一闪 却都跨越了数百丈的距离 一手就向那小白影抓来 白影惊慌的拼命逃走 那人影也就立即跟着不见 乖 不要走了 我只要你一半的精学 绝不伤害你的性命嘛 乖 别跑了 那白影哪里敢不跑啊 都快跑断气了 没奈何 白影一个翻身 猛的钻进了雪下 消失的无影无踪 天空中 那影子冷横了一声 突然伸出一只手来 虚空猛的往下一抓 顿时就轰的一声 整整数百丈 深达百尺的地面 被他一只手凌空抓了起来 这地面 便如同是整个地皮 全被掀起来一般 露出了黑洞洞的一个大洞 白影一闪 惊慌失措的 从大洞之中逃窜出来 一闪之间 化为一道流光 向着远方及吃 快 别跑了 莫非你还不明白 在我手里 你是跑不掉的吗 那人影摇摇头 淡淡一笑 带着几分无奈的表情 伸着横空一闪 追了上去 第447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